今天,什么是大死?什么是最大的事情? 帮助一切众生求无,帮助一切众生回归真诚。 这是最大的大死,我们今天是全心全力培养儒师道的接班人, 培养西方所有宗教的接班人,这个最重要。 教学为心,特别要教学生, 尤其是刚刚开始电机的学生,奇蒙的学生。 幼儿园,小小班,从这里开始,就要培养它。 孝顺父母。 主要不要看千了,这一句话。 圣贤教育的根是什么?就是孝顺父。 你不孝顺父母,孔老父子来教你都没有。 一定要懂得孝顺父母。 第二,奉思思长,尊师中道。 我们一三的成就,父母养育正恩,教导老师者们。 老师跟父母完全是平淡,孝顺尊师。 这个教育好不好? 过去的人点头认同。 现在的人天的腰头不相信。 你们在说鬼话。 你们是古人,跟古人在一起。 你们没有资格跟现在人在一起。 这个观念可麻烦大了。 我们要必须知道。 说真话呢, 救这个社会,这个弊病, 就是救我们自己本人。 为什么? 我们没办法离开六道轮回。 莱森还搞这套? 这是百分之百的。 莱森能够脱离人道到天道以上的不多。 在六道里面搞轮回的人, 缺点是大多数的。 怎么办呢? 我们要没有遇到佛法, 连这个概念都没有。 怎么可能想到这个问题? 佛经第一堂科就给我们说这个问题。 如何能够脱离? 就在现前努力,把圣贤教诲。 孝勤尊师落在我的眼前。 我一定要做到。 我一定要做到。 绝不吃亏。 将来的利益, 决定是自己收获, 不是别人。 。 我们做得好。 做得认真。 就是教化众生。 邻居, 朋友, 大众看到了。 会向你学习。 你就是化他, 自行化他。 自行就自己, 化他就终身。 十一。 不是二。 一桩四九。 我们要努力啊。 不能把这个开销了。 小朋友年纪小。 上幼儿园。 上小学。 教他什么? 今天我们讲杂根教育。 特别重视能力教育。 在家里, 父母作为他看。 你看他, 看到父母, 对祖父母的孝顺, 他就学会了。 千万不要留一个榜样, 给儿女。 不孝父母。 我们的父母不孝顺, 他学会了。 他将来对你比你更不孝顺。 麻烦更大了。 那个时候要回头来不及了。 所以在父母面前的时候, 要尽到小道。 谁占好处自己。 不是别人。 要尊师重道。 对老师要尊重。 也是要做给小孩看。 。 那我请求你更不孝顺, 我便愿意赐公得, 庄严佛情图 长宝似重啊 侠戏散图 若有些温柱 洗发菩提心 亲自已报舍 同上寄了 阿嬷